再来补拍一下从这个高处 拍一下这个大草坡 这个小小的这个小草坡的这个山谷吧 然后对面光照的地方都是密密麻麻的房子 补拍一下这边的社区 这边的大房子 刚才讲了那么多 说这个里面的这个房子怎么样怎么样 这边这个属于一户挨着一户 有的户握树它的占地感觉好大呀 都是一栋一栋的千字百台 这种房子一样的 这种完全一样的几乎找不到 每家每户都有差异 它不像中国 中国最怕的就是那种 就像搭接木肤子粘贴一样的 一套一套过去全是一样的 这边也没有什么坐栏正备这种一说法 这边的房屋都是一地势一路而建 这种顺势而为荣誉自然的那种建设手法 房屋就是你看斜度完全不一样 它是贴着这个路随着的弧度在改变 中国我看有时候从空中看过什么花旗村啊什么这种地方 也相当于拉着那种紧致型 开始孤子三天啪一下过去全是那种一样的 还有这边呢 这家房子 这家感觉不怎么没怎么打你一样的 你看这旁边全是这种大房子 然后老外都是很注重这种园艺嘛 他们不会种菜就是把这种种上草地 然后种上那些花谱 或者在院子里面再搞一个游泳池之类的 这家打你就比较好 这个就是子叶里 现在已经过了花期了 那个白色的花挺好看的 然后这个就是那个粉色的樱花了 这个是正开 正盛开的时候 子叶里恰恰是最早开花的那一波 然后这个白色的是什么花呢 刚才我说 我说大部分的白花 这个好像也是樱花 这是白色的樱花 但这个樱花为什么到现在开的这么厌 就不知道这个品种上面 那个差别是怎么一个定义的 因为我最早的时候 在几周之前去 去我之前一个小镇 专门去拍了个白色樱花 那条路上面的杭道树全是白樱花 早已经过了 它的花期已经过了 但是这个地方的话 这个白樱花居然开的这么厌 还特别好看 多漂亮 远处市集所饭 最早开的子叶里 然后还有那个玉兰花 玉兰花已经过了 那个地方有白樱花 那地方有白樱花 多漂亮 这个是柳树吧 这不是柳树 讲错了 这个有一点像那种花树 因为它那种树皮 感觉搞紫样的 白色的那种 可以撕下来的 这个粉色的樱花 方面枝头 加在北市大的月亮 现在太阳没降下来 但月亮已经快接近月圆了 估计再过个两三天 OK了 大白樱花再来拍一下 哦 这大鸟 鸽子 多漂亮啊 这白色的 这开的多艳哦 现在 继续在这个小区里面走 我现在就是往外围走了 现在在小区里面 往它的这个外面 往回去走 然后升到就可以拍一下这些房子 实际上我之前也拍过 我并不打算多么深入的拍 感兴趣可以翻看我以前的那个视频 我曾经有一次专门在这里面走了很长的路 当时拍了挺长的 越是到了社区地带 绿化越好 就是各种各样的花 看这家打理的多漂亮 这房子 这个都是大房子 看它的那个房屋的布局 那个方向千奇百怪 房型 这个样式也是千奇百怪 猫咪 每次看到猫我就走不动路 看这个鸡花多好看 猫咪 这个猫不怕人 太可爱 我以为都不怕人的 来摸摸 多可爱啊 来过来 想摸的不让摸 结果挨下了 这边的猫特特别的可爱 你看左边这个建筑体 这个面积超级大 这种房子两个车库还中间隔开了 它这个价格 我就说的估计对方一百万去的那种 因为这边是这个社区的最边缘的地带 你要看我的那个路线 越是边缘 房屋面积越大 占地越大 你看大房子 都是大房子 这个是双车库门的 有的是单车库 这就是普通那个单车库的门 宝马也多起来了 旁边还有一个油爱室的小跑 但并不是说这边全是那种好车 就是主流中产选的那种车 我曾经到我们小区上边来森林往上走 我拍过几次 我说这个是富人区 那是在一片三包的最顶部 那个地方容积率比这边还低 全是那种参天的那种古松松树特别多 有一次走到那个门口 人家的门正好车库开着 哇 一辆保时捷 一辆那个 一辆保时捷 还一辆 还一辆法拉尼还是 好像法拉尼 车库门打开来嘛 那是真正 那是真的有钱 那个是真正有钱 住在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比较偏了 比较偏僻了 现在往外围走 这些房子 这边实际上很多时候 你能看到门口的车特别普通 你看这家一辆C3 一辆老图啊 那边都是很多一些I级车 I零级有辆小车 在全大房子 看一下大房子 现在一路下坡 又走到了个谷底 阳光从那边吃过来 我往那边走 这边纬度很高 之前出来的时候说的纬度 这边是高纬度 到了春间开始以后 春风一过 这北京时间变得越来越长 越来越长 到了一直要持续到很长时间 你太阳感觉就像从西北方向降落的 还不是西面 这种西北方向 因为跑到北极圈方向去了 你看这些房子千奇百怪吧 这个建筑风格差异非常大 这几套都是大房子 这个顶不是很好看 感觉好怪异啊 这是一个四边的那种顶 正常就是这种人字顶 它这个四边形的顶 收过去 相当于一个精致塔形的 只不过顶部削掉一块 你看站在这个高处 往下看 这边全是依这个山市来建 我站的这块土地还没开发 这个地方是完全是可以把它开发成那个房地产的 这几个位置 开发成连到三户是没问题的吧 连到三户重条状 后面嘛 因为前面是停车位 然后后面是花园嘛 他们家门口停了一辆那个吉姆尼 那边的院子里面那家四辆车 好多 房子七星怪状的 完全都不是一个风格 OK 就暂时拍到这了 刚才坐在那聊房子 我说这边 我现在又走到这个社区地带了 这个城市的 就是那原有的老房子 我说这边在一般房子有在卖的时候 就会呛出一些很明显的这个标识牌 比如这个和这个 它这个表明 这个房子正在出售 现在还没有外调 要外调的话 就会写着了 Avant和Dahan 这个土地也在卖 这地方土地可以单卖 就这一块的这个地 Avant就是在出售的意思 鹿也是出租的意思 我之前就拍过这个院子里面的这个玉兰花 这玉兰花还剩一些 早都过了花期了 然后这个院子里面也有那个粉色的樱花 这个粉色樱花正是盛开的时候 刚才说的到这些老社区 这些房子你看多么斑驳 这些老房子 然后车子一栋挨着一辆挨着一辆 只能停在自家的门口 没有停车位 有的家可能把房子打一个 弄一个门 掏一个门 这边可以停进去 我突然看到一只可爱的猫咪 我就想拍它 猫咪 这个大灰猫太可爱了 胆子好小啊 大部分都不让人碰 我就继续我的走路了 这是我常走的路线 往这个小镇的中心的外围 这是中心的外围社区 那个红绿灯前面再过去 就是那边是他的体育场 这是我常规走的路线 红绿灯那条左右 走的就是那个大路 那条国道 每次开车 往右就是我回去 往左就是小镇的中心 这边的房子都很密 就是那种连排房的 也是千奇百怪 每家每户都不一样 这是时代的印记 七八四年历史了 这可能中间翻修过 翻修过加上这种树缸的门窗 这家就翻修的门窗 看起来很新啊 现在墙体还是在那种旧房子 准备是因为这种人称之后 这种人称之后